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十年以上的一个派系斗争 那么如果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这个党中央要刻意的要针对这个沈童青 吴良三这个派系 然后希望能够削弱他们在马六甲的影响 因为他们这个沈童青为首的这个马六甲的州领导 在过去十多年一直都跟林冠英 这个党中央以林冠英为首的党中央 有很多的矛盾跟摩擦 但是这个退党事件发生之后 基本上这个林冠英可以说是 这个粉碎了这个沈童青他们这伙人 或者是这个四个人所谓的四人帮 但是以此同时也等于同时削弱了 动摇了行动党在马六甲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根据地 跟这个桥头堡 但是潘博士 您应该说就是这个派系斗争 据我所知 行动党本身也特别 就说了 行动党里面没有派系 可能这个我要问问YB 就是YB 您就是说就是行动党内部真的有这个派系的问题吗 就是你怎么看潘博士的这个说法 派系的问题是在任何的组织团体公司都会出现的 他可能未必恶化到 某派某派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的话呢 或者是针对 即使是真的针对党的路线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或者是任何人士都好 都应该善用党内的这个管道去处理 正如刚才所讲的 在过去的这个十多年 以我本身的经历的看法 我现在想看到这四位朋友 或者是党同志呢 出现在党的这个主办的这个活动 那么这个活这些活动呢 往往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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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管道和渠道 让他们去发表他们的看法 我相信 同 审同志应该也曾经当过中央委员 应该 应该是有 我不懂他有没有了 不过我就是 如果有的话呢 我觉得 那他在党内的这个渠道和看法就更加多 除此以外 我相信他们也是有朋友 在党的这个阶层的领导层 我相信他们一定有 那么可以 也可以通过他们的朋友 发表 或者是这个 这个转传 转达他们的看法 那么 这些渠道如果没有善用的话呢 那么觉得在道义上是讲不过去 那潘博士 您刚才有说到一个点 就是说 这个秘书长林冠英 他们就是在中央 应该说中央要削弱 这四人帮的这个势力 其实 为什么要用到削弱 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呢 削弱这个势力 其实如果势力壮大 对行动党 他们本身代表着行动党 对行动党有什么不好吗 因为在 在好多年以前 林冠英曾经在 马六甲的 行动党州选举里面 他感觉到受到 收入 就是落选 那么当时林冠英跟他的太太 都在马六甲的州联委会选举里面 落榜 那么这个对林冠英来说 他一直 怀恨在心 那么后来也做了不少的 小动作 包括在2013年的大选 偷然间 推荐 一位在党内已经多年没有活动的 赖军万 提名参选一个安全区 那么就令到当时候 马六甲的这个 行动党的 领导层 就是沈铜卿 吴梁山 等人 非常的不能接受 那么这个过程是 这个恩怨或者这个派系的矛盾 已经是延续十多年了 那么 这个我们 从很多事情我们也看得到 林冠英本身这个 这个气量 或者是气度 是不够的 所以他就一直 用了很多 这个谋略 或者是小动作 希望能够一劳永逸的铲除 这个马六甲 这个 吴梁山 沈铜卿 他们 是火人 但不是 我刚刚听你用的这个用词 可能是比较 措辞比较强烈一点 就是说 是铲除 用这样子的用词 那这样子听起来就好像 感觉上 这四人帮呢 他们是属于 所谓的这个受害者了 是这样子一个意思吗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林冠英的确是用了很多小动作 包括 动用党内的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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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物 嗯 去控告 这个吴梁山跟 沈铜卿 嗯 造成后来 这两位 败诉 要赔偿30万 嗯 所以这些事情都造成 马六甲内部 非常大的一个 分 分裂了 或者是 导致整个 马六甲领导层是 猫合神迷的 那么所以 这四个人的 推党 其实是 意料中事 那么我们现在要观察的 要要要讨论的 可能是他们 退党之后 对行动党 未来 所可能造成的一个 后果的影响 嗯 对 那那那就是 YB你有什么样的 看法呢 对刚才博士提到的 这几个点 嗯 我觉得在这个 刚才 潘博士有提到 这个20 应该是2005年 马六甲行动党的 这个改选 那么 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关于我觉得 有第一时间 针对媒体 做出这个交代 但是他也没有 讲到说很多 但是 但是 在那个时候 我印象中 是没有记得 到底吴梁山 那时候他是周主席 有针对这个事情 发表什么看法 因为我相信 我也知道 各种是有些 我现在不能够 跟大家告诉的 一些事情 嗯 整个情况呢 表面上是这样子 但是内部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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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吴梁山 作为周主席 应该要 交代一下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这个是 这个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我觉得 这个 这个法律的 这个诉讼的问题 那时候 也是涉及到 这个 其实也是 涉及到 这个候选人的安排 那么被诋毁的 那位候选人 本身是一名 专业人士 那么这个新闻 散播了出去之后呢 对他本身的 这个专业形象 造成一些影响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造成 这个 法律是 这个诽谤的 这个诉讼案 发生了 我就讲到 这里为止 但是我是觉得 行动党 在过去 在马里加 可以说是 马里加的群众 或者是 马里加国会 马里加市区的 这个选民 一直都给行动党 很大的这个支持 除了2004年 我们市区 这个一席 那么其他的时候呢 这个都是我们的强区 但是 行动党各地的 这个支持者和党员 最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 党一直处于 分裂的状况 尤其是当我们要 集中火力去 攻击国阵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党领袖 一直因为一些 意见不合 或者是个人的 这个矛盾 甚至是闹情绪 而制造这个分裂 造成 可能会造成 整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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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愧一愧 这样子 所以 他们最不能够看到的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刚才 这个 矛盾 或者是这个 情绪 或者是这个 各方面的这个 派系的问题 已经是发生了 超过十多年 我觉得也应该 有一个了结 所以了结 就是让他们退党 就算了 就是这样子 这个不是一个 大家都希望看到的事情 但是已经成为一个结果了 对 对对 那对于这些事情呢 可能就是 这个新闻 我相信在党内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包括像 这个 YB郭书庆 他也提到说 他们四个人呢 的这个退党的发表 言论是似是而非 让敌对党来用 可以让敌对党来 抨击行动党的 然后 这个 陈国伟呢 他也提到说 他们四人是独六 我觉得这些用词 都听起来是 怎么说呢 就 就 如果我 如果你没有经历 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 或者是 这些所谓 我不能够讲那些 内部的话呢 你是不可能发表 这样的事 这样的言论 OK 那可能潘博士 对于这整个事件 你刚才说 你比较关注的 就是说 这四人帮呢 他们在退党过 会有什么发展 对行动党 造成什么影响 您觉得说 因为他们四人 已经说了嘛 在短期内 他们是 不会跳槽 不会交其他政党 但是根本没表明说 就是在 来接大选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做 也没提到 就是有所保留 那对于说 这些事件呢 你有什么样的 不同的这个理解呢 对他们这个 这个未来 会怎么样去做 那么肯定的 因为这四个人 在马六甲 选民 或者是社会上 是有一定的声望的 那么 吴良山 陈同庆 服务很多年 他在马六甲 也有很多的一些表现 所以他们的退党 而且是在一种 比较受到 侮辱的情况之下 受到反 攻击的情况之下 离开 肯定会有一些 同情 还有 社会 社会有一些 不同的观感 所以 来接大选 多少会对 马六甲的一些 行动党的选区 会造成一些影响 不过 目前看起来 这种影响 基本上还是 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 那么 他应该还是 在这个一个地方 政治的一个 区域的一个范围 但是 由于我们了解到 来接大选 行动党的华人选票 不可能 恢复到 2013年选举的那种 高峰 因为 来接大选 华人的选民 投票率 应该会减少 很多人 不一定会回来 回国投票 或者是 回乡投票 所以 投票率的减少 加上 回教党的选票 这个 不会再 投给行动党的候选人 所以 都会造成 行动党 来接大选 在这个 选情方面 会受到一些压力 那么 除非有所谓的 马来人的海啸 但是这个 马来人的海啸 还是 属于一个 这个 还是 还是 位置数 那么还是需要 在观望的 所以 这个时候 发生这个 推党跟派系斗争 以及 吴梁山 沈同庆 他们推党之后 受到党的 高层的 一个羞辱 那我想会对 很多中间选民 造成一些 失望的情绪 他们觉得 我们本来应该 要集中 我们的力量 来 这个 完成这个 政党轮替 或者是 推翻国阵 可是 反对党 特别是 最大的 反对党 行动党 在还没有 执政之前 就发生 很多的一些 冲突 矛盾 跟 纠葛 会造成一些 传统的支持者 失望 也会令到一些 中间选民 有保留 所以 这个 影响 那么我们未来 还要 观察 因为 现在 这个 沈同庆 等人 离开之后 他也提出了一些 关于党的 斗争路线 或者政治理念的 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么这些不同的看法 事实上在 党内 或者是群众当中 也会引起 公民的 所以 如果 这个 他们的 对党的 斗争理念 过去的一些变化 这几年来的 一些调整 能够 产生一个 一个发酵的 效果的话 那么这个影响 可能就不只是 局限在马六甲 也可能会冲击到 行动党的 其他方面 其他地区的 选情 这个其实 博士 我挺认同您的 说法 就是 这个对于 当这四个人 推党的时候 可能会 尤其是党领袖 对这四名人士 就做出了 不同的 这个评论 甚至是 有些很难听的话 就是我刚才说 这个毒瘤 这样子的说法 可能这个会 让人家觉得 不舒服的 但实际上 真正如果 当去到 这个选举的时候 你觉得人家 还会在意 这些事情吗 毕竟 就是 我们常常 说投票的时候 有些人选党 选人还是选党 有些选党 还是选人 但是看起来 你觉得在马六甲 会发生这种 人家会因为 这个四个四人帮 退党过后 然后这些领袖 就被辱骂 还是怎么样 都好 然后过后 大家会记得这件事情吗 大家还是为了 会因为他们被辱骂 然后不投行 弄党了吗 你觉得会有这种情况 如果沈同庆这四个人 他们是跳槽 比如说加入国阵的政党 或者是他们被说成是拿了国阵的钱 而跳槽 那么这个在道德上 他们是理亏的 那么你这种比较强烈的建议的攻击 可能选民会接受 但是沈重庆这几个人 在马六甲是有声望的 他们是有一丁的群众基础的 他们是有一丁的这个 道德高度的 所以过度的打击跟羞辱 对他们来说 是这个伤害到党本身的 所以我们看到 昨天林吉祥是用一个比较 比较软化的 比较有智慧的方式来处理 他跟马六甲选民道歉 然后也没有直接针对 这四个人进行人身的攻击 这个当然可以消除一些选民的不满 不过我们也要了解到 这四个人离开之后 马六甲的行动党领导臣 基本上都是比较能力上 形象上比较不好的 例如赖俊万这种人 所以这个是在选民心目中 都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印象 好人离开了 那么剩下的都是一些 唯唯诺诺 听党中央指挥 或者是受到党中央的 这个怂恿的一些小人 所以在来这选举里面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选票的流逝 是 那就是YB 刚刚就是博士 他有提到这个点 就是说 我这样子来看 就是说一家公司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人他会提出一些比较 跟公司的理念不太一样的想法 就是老板说什么 你不见得会去做 但是他不见得 他的意见不对 他可能做得好 但是有一般人 就可能做的是 老板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老板说什么 就做什么 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对党来说 其实现在行动党 他们更需要的是一批 可能有意见跟中央不合 但是可能可以执行的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行动党在这方面 在这方面我觉得 我还是讲过刚才的话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的看法 他必须要在道义上 首先使用党内的渠道和管道 如果他还是 他使用了这个管道之后呢 党的路线还是没有 或是领导风格 没有调整过来的话 可以说我讲了 但是你不听 你还是依然顾我 那么他们是否可以形成一个阵营 参加这个选举 党选 把现有的领导层拉下来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 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去进行 然后就发生了 现在这个退党的事情 那要进行这个东西 是不是要很长 是不是要很长 很短的时间呢 不知道 但是过去十多年呢 其实是一个很足够的时间 让你去组织一群团队 去形成这个挑战 挑战派 那么把现有的领导层去更换 我还是回答刚才我讲 我是我个人认为 而且我在这个2013年505前夕的时候 当沈同庆宣布于独立候选人参选 我到拉克沙拉玛周一席的时候 媒体有报导 同庆那时候 拜访这个巴萨 那么 我们竟然有报导就是说 那些选民妇女等等 指责不良善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你个人如何不满都好 你不能够在这个大事大非的时候呢 站在错误的一边 所以有用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个人认为 或是我个人看法就是说 行政党在马六甲 马六甲在这个选民或是自责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都是 已经对这种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分争 觉得已经是厌倦了 大家都应该要整合 要这样子去 以团结的阵营去处理 不能够一直出现那种 纷纷扰扰的事情 行政党党内必须 党内上下必须要团结一致 至少在面对这个敌人的时候 必须要枪口对外 而不是对内 但是 如果不能够 枪口一致向外的话呢 你就会造成整个 政党轮替改朝换呆的 这一个努力的功亏一归 这个绝对是他们 最不想看到的东西 这个是当然 因为像 我也相信说这四位 对 行动党其实 我觉得行动党 不可能没有计算到 这个所谓选票的流失 或者是一些支持者 可能会有些不满 党员可能 更多党员可能会退党 这些我觉得 都是所谓的 如果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当然这个退党 现在是不是行动党要开除他们 是他们退出行动党 那么这样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 行动党也必须 估算计算到 接下来 要采取怎样的行动 去挽回这个盛事 那么昨天 一些党的领导层去 频频落地下去 马里加 这个是第一个 也必须要去进行的东西 那么大家也可以观察 接下来的日子 同庆 两三 最近应该也会走访选区的 看看选区的那些民生 人民的心声 是 是 这样子 大家也可以了解到 整个趋势是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 现在马来西亚还是处于 大死大非的时候 刘千秋在大选的时候 也是没有 也是没有上阵的 但是你看他现在 还是跟党的活动 紧密的配合 他甚至是一关 他只是一个雪州的周围而已 但是他还是 没有放弃 这样的一个怎么讲 他自己本身的信念和斗争 他还是跟党站在一起 这个才是我们 我个人认为是 比较可取的一个态度 我这样子来说 就是像 也是从媒体里面看到的报道 有提到说 有访问沈童青 对不对 他有提到说 其实 他们四个人面对的这个问题 是希望可以 他们退党 希望可以激发党内部检讨 里面所面对的问题 然后他有提到一个东西 他说他不希望 这个党 他提醒党中央 不要因为 不要以这个四人退党 送给国阵一份礼物 因为这个礼物 是送给行动党的 才对 是对党中央对阵下扬 换句话说 从这边我可以看起来 其实像他们 已经说了 这个可能也回答 就是潘博士的 刚刚有提到的一个点 就是说 他们担心可能会不会 就是说 如果假设他们加入国阵 会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不会 我不认为他们的这个退党 是跟所谓的路线 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借口 借口吗 我觉得这个是借口 我觉得他们 这个我根本是不能够理解 到底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礼物 反正现在你看报纸 看媒体的话 东伯和杜兰西 已经讲了 随着他们退党 接下来还有更多领袖退党 退党潮 雪州有一个 柔佛有一个 非常资深的领袖 我不知道是谁 那么 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以被诠释为 是对行动党一个礼物吗 我不真是看不到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可能就是说 所谓礼物 他不是说真的是送给 而是说可能 他提到了 当行动党内部 可能去反思一下 究竟为什么会有一些 资深领袖会退党 是不是对党的 比如说对党的路线不满 他们已经说出来了 但是没有 没有很详细的列明 在哪一方面 他们的不满 还是怎么样 然后难道只是对 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成本 所以我还是 我还是讲一句 如果有路线不满的话 那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 那就是你在 刚才我讲的 那几个渠道 或者是管道 把它发表出来 让大家能够讨论 有没有 因为是公开的管道 也有一些市里下的管道 我自己本身 并不是没有经历过 这样的东西 有些事情 我对党的一些决定 也是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用运用 我觉得是还是可以运用 党内的管道 私底下的管道 跟你不满 或者是不赞成的领袖 见面 讨论 公开谈 我觉得 他们这些比我更深的领袖 他们肯定有能力 做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问题还是回到 到底这东西 有没有去进行 有没有一个可能性 假设 因为我不确定 就是行政党内部怎么运作 我就做个假设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这四人帮 或者其他不满的 已经通过了 这些能运用的管道 都通过了 但是就是 因为党中央 可能势力太强大 没有办法去处理 或者是坚持 还是回到 这根本是跟 所谓的这个路线 没有关系 他们的问题 不是路线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是 情感的问题 道不同 道不同 或者是态度的问题 或者是 情绪的问题 就是我跟你就是合不来 或者是我不满你的态度 你的这个 这个 各方面的东西 可能他对某些领袖 有这样的一个 偏见等等 或者是不满的看法 那么 那个领袖 可能也跟他有一些 不能够 不同的看法 还是这样子 所以 回到来 这不是路线的问题 这不是政策的问题 不是党纲的问题 不是行动党 今天跟回教党 还是跟共争党 还是跟伊斯兰党 还是跟哪一个党合作 不是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林继祥其实在十多年前 一直都在讲 要跟这个国阵 探讨怎样子 去解决国家的问题 这个脉络 如果你留意林继祥 过去十多十年的文章 他就是走这条路线 因为这个是他 engaged 这个是他 engaged 国阵的手段的方法 所以今天你看到 他跟马华讲 他跟伊斯兰党 他跟民政党 他甚至跟巫统讲 要怎样子去召开这个会议去 怎样子去拯救整个国家 这个东西 在过去 其实都在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力度 发生了 可是为什么 那时候 大家没有提出来讲 所以我个看法 甚至许多所谓党内的 开关领号 华沙派的领袖的看法 都认为 这个跟路线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是 这个回到来是派系的问题 是 秦寒的问题 就好像一对夫妻 一直在吵架 骂家 吵架 骂家的时候 那你作为孩子的 或者是你作为局外人的 或者是两个人生家庭的 你要这样子 如果他们既然和不来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有一个了断 然后 了断之后 行动党必须要有一个 这个这个怎么 团队的精神 或者是整合的步伐 一起去面对选举 而不是一直要浪费 或是花费这个资源和时间呢 去处理党内的问题 是 那潘博士 潘博士还在先上吗 潘博士 是 我们刚才有聊了很多 关于这个就是 我相信您也是有听到吧 对不对 是 OK 那您觉得说 就是行动党 现今 因为我们现在要看一下 就是说 行动党现在呢 其实他们现在做采取的 这些动作 比如包括领袖 下到马六甲去安抚明星啊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动作 还有现在 像看到四人帮呢 其实他们也没有对媒体呢 说很多关于行动党的坏话等等 也没说 那从 从这样子的举动看起来 您觉得说就是 怎么去看待这个事件 接着会酝酿到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来 会不会说 可能 到时候真的 对行动党呢 是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冲击 就是马六甲的行动党 是一个很大冲击 然后接着呢 就延伸到 延烧到 这个大选里头会影响 然后对这四人帮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呢 他们也没有表明 他们未来会怎么走 只是说 他们可以看到一个点是 没有对行动党 说很 很不好听的话 也没有 所以这一点上 其实对行动党支持来说呢 顶多只是心痛 但是不至于讨厌 他们四个人 这四个退党的人物 基本上都是行动党里面 算是比较优秀的党员 优秀的党领袖 他们本质上还是爱党的 还是忠于党的 但是因为党中央 特别是林冠英 对他们有很多的一些攻击 或者是小动作 让他们感觉到 在党内已经没有容身之地 那么林冠祥用一个 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处理 或者是这个 让这个 建议的那种气氛 有所降温 当然会起的一定的效果 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 比较大的角度来看 在他们推党之前 行动党刚刚迎来了 这个前武统的部长 萨伊伯良 加盟 希望能够拓展 马来人的这个支持度 但是这个萨伊伯良的效应 还没有发挥之前 还没有发挥的时候 马六条就发生这个政治地震 所以 这四个人的 这个时候的退党 基本上 短期的就抵消了 萨伊伯良 怒党的那种 那种能量 也暴露出党内的问题 所以 我觉得这个林冠英 本身要对这个事件 或者是这种结果 要承担 负起一定的责任 那么他作为党的领袖 党的最高层 又是现在 在行动党里面 最高的这个 在政府里面 拥有职位的公职人员 首席部长 他本身必须要有 展现出领导的那种 宽容跟那个气度 他本身不能够过于这个 小气 或者是 经常 只是 就一些 这个 派系 人事的问题 做出一些 不妥当的处理 跟安排 那么他必须要 从这个事件当中 有所反省 但是我们看到 林冠英所谓的 跟人民选民 道歉 那个是没有诚意的 而且 道歉之余 还要 背后插人家一刀 我相信 这四个人 推党 这个事件 也会造成 林冠英的党内声望 跟社会形象 从高峰 往下滑落 这个是 对林冠英本身 是一个伤害 他也要付出代价 那那博士 我想 我刚才从 刚才听到 现在我总觉得 就是博士 可能就是 有用到一些用词 就是 党中央 给我感觉 党中央 对于 就是有一种 比较强权控制 或者可能两个字 来形容 比较难听 就是霸权 或者是这种 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你有这样子的看法 是吗 你是觉得 行动党党中央的 这个权力过大 然后是比较用 这种霸道的方式 来控制 整个 他的行政吗 我应该这么说 行动党 其实相对 其他朝野政党 他在 在州的选举里面 他是开放选举的 我们看到 其他的政党 例如武统 马华 甚至公正党 这个州的领导 都是由中央委派的 但是行动党 是开放选举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在这个制度上 行动党 其实是比 其他朝野政党 更加 更加有党内民主 可是 制度上 有党内民主 可是 在实际的操作上 我们看到 柔佛州 马六甲的州选举 党中央都是 直接干预的 或者是直接 直接这个 收取 这个 清点 自己要的人 去 掌控 这个州的领导权 那么 所以就会造成 一种 一种局面 这地方的 自主 或者是基层的 那种意愿 没有办法 表达出来 因为党中央的 强势的 干预 跟揭露 甚至破坏 地方上的 派系平衡 所以 行动党本身 自己有一套 这个 州 州 州 领导臣 选举的制度 但是自己 经常要 用强势的力量 去 揭露 所以会导致一些 中央与 地方关系的 矛盾 那么这个 本身 就应该 好好的思考 为什么 会造成这个后果 因为制度上 本来就是有 党内管道 正如刚才 我们的 这个议员所说的 可是 并没有受到 尊重 跟肯定 明白 好 那博士有什么 还要补充的吗 在这个事件上 我 同意 这个所谓的 党内路线 不是他们 推党的主要原因 而是 长期以来的 拍戏 跟这个 权力矛盾 但是 党内路线 也是 这两三年 所被提及的 被提出来的 在过去十多年 这个问题 并不明显 并不具体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 他们退党了 他们离开了 而 就对他们所提出的 这个 疑问 给予忽略 或者是不忠视 即使他们 退党 但是 我们不能够 因为这个 这个 因为他们离开 所以就 这个 忽略了 他们提出的一些 对党路线的 一些观点 那么事实上 这一两年 行动党在 所谓的 这个 为了要 要 顾全大局 要改朝换拜 在很多 关于 族群 宗教 还有 所谓的 马来西亚人的 马来西亚 这些基本的路线问题 都有一些 模糊 或者是 曖昧 那么如果 没有 在这方面 有一个比较 清晰的 具体的 完整的 一种 里面的路线 或者是 耐心的 去跟群众 基层解释 那么 党内 其实很多 领袖 也会 感觉到 很凌乱 适应不良 所以这方面 其实 我们必须 也要重视 他们所提出的 这些 看法跟观点 好的 那今天 谢谢你了 博士 谢谢你的 这个分析和分享 让我们了解更多 关于不同的角度 来看待这些事情 谢谢你博士 好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 那 外比 刚刚我们 博士也是提到了 关于他的这个观点 那当然因为 时间上 我们还可以 再聊到 想就想 问问外比 你对博士 刚才所提出的 这些观点呢 你有什么要 觉得要补充的 或者想说的 我觉得 刚才 潘永强博士 所提到的 这个 他对林冠英 民事长林冠英 这个评价 对 也不是说 完全没有理由 但是我觉得 林冠英在过去几年 其实是在党内的 许多大小事务 因为 他必须要 兼顾 这个 槟城州的 这个政务 是 他本身也是首席部长 所以在许多的一些 不是说大小事 其实一些 没有必要他去处理的问题 他很多时候都是 把这个权力下放给 其他的这个 中委去处理 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马雷甲 这个事情的时候 当他几年前发生的时候 中央社委派 那时候是委派刘振东 去处理 刘振东那时候 应该是 这个罗佛州的 这个主席 所以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怎么讲 怎么讲 就林冠玉本身并没有 很多事情是并 是没有直接参与 没有直接插手 那么在雪来了之后 我的本身的例子来讲 因为我们本身 也是自政党之一 那么我们也有 我们本身的领导 班底在里面 所以雪州的事务 甚至是直辑区的事务 因为有一段 很长时间 肃庆 他也是在雪州 领导层里面 那么 怎么讲 就是说 他本身直接参与 和干涉是没有 很多时候 他是依靠 其他的这些领袖 尤其是年轻的领袖 去协调 党内的一些事务 甚至是处理 各个不同派系 一些人事的问题也有 或者是一些矛盾的问题 都有 所以我觉得 在这方面 我觉得 你可以以前看到 那种所谓 霸气凌人的领观音 他在处理党内事务的时候 已经放下这个 放下这个身段去处理 让别人去处理 同样也是以间接的角度来 但是这个很多时候 因为这种是内部事务 媒体不会去报道 我们也不会去跟你们讲 所以很多人就没有看到这东西 那么 所以我刚才又为什么讲到 是说 郭书卿 陈国伟 刘震东 为什么会用这么强烈的语气 去谈这个东西的话 我刚才也提到 如果你们没有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 他们所经历的东西 他们是 我们是不可能想象到 他会讲这种东西 所以 事发必有原因 严处必有原因 所以他们会讲这样的话 是代表他们本身必须要交代 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 可能是内后有些事情 怎么讲呢 是比较严重的 但是他们没有讲出来 但是已经发生了 是否会削弱 行动党的声望 选情 或者是林冠英的 所谓的降伏地位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 还是刚才我讲到 It's a calculated risk 就已经计算到了吗 我们也不能够 无字的以为 这些东西都不会发生 所以我们必须采取 最基本的 马力奖行动党本身 经过这个一年的领导 必须要采取 这个果敢的行动 快速的迅速的行动 去解决 这个事件所带来的 一些负面的效果 那么我个人的看法是 是希望他们能够 尽快去处理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不是说很难去处理 因为如果你看回 2013年的这个大选 沈同庆拜访巴嫂的时候 即便是个人的形象多好 那么行动党 马力奖的选民 多半都是选党不选人 赖俊万也是高票当选 即便是他的形象多烂 所谓的多烂 而且你看他在议会里面的 议政能力 我觉得他不逊色 而且他曾经是在 马力奖 他曾经在80年代 当过这个行动党的议员 他其实是跟沈同庆 还有陈国伟 还有郭世纪 都是在80年代 加入行动党的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你可以看的是 整个马力奖 是选党不选人 当他选党不选人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确保 整个基本盘 在面对来界大选的时候 他还是稳固的 那么我们 我个人 针对第三个就是 在伊伯 Rahim 在伊伯 Rahim的这个 加入行动党 还不能够发酵 那么 这边就发生了 这个退党事件 我觉得两者是 怎么讲呢 是怎么讲 没有关联的 因为在伊伯 Rahim 那个新闻 加入行动党 那个新闻 是一个 是比较针对 马来群众的 是 那么至于华人群众 他认为 如果是有马来人 加入行动党 不管他是 他是什么 什么样的马来人 这是一个好事 当然我们会有人去 提出一个 合理性的问题 legitimate questions 到底这个人 是否真心诚意 那么 他这个人 是否是真心诚意 也要看到底 他在过去 他的这个政见 他在巫统 他在共政党 他所发表的看法 政见 是不是跟行动党 吻合 那我个人看法 是吻合的 因为他是比较 开明的一个领袖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既来自此安置 整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至于路线的问题 我觉得 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行动党的路线 没有问题 只是我们在表达 课题的这个看法 态度 我们所用的语言 我们所用的body language 我们所用的这个方法 方面 让人家觉得 好像我们在 怎么讲 放弃了 过去我们所坚持的 一些族群的路线 斗争路线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行动党的领袖 各级领袖 年轻领袖 尤其是在过去的 三到五年 针对女性课题 所发表的看法 比以往还来的多 甚至男性议员 针对这个女性的议题 甚至是我们在 当了这个州政府的时候 是不是也已经把 这个公平对待 民族教育的 这个东西 把它具体的落实出来 怎样具体的落实在 怎样的具体落实出来 我们可以通过 看到出我们的这个 政纲 我们通过这个拨款 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土地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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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ransaction 我们让 信件滑小 或是 让滑小 获得更多的拨款 变得比钱更加容易 可是这个东西呢 大家 可能 可能因为 当了政府 这个东西是 没有 通过媒体去 很广泛的去报道 所以我让人家觉得 行动党好像在这方面的 这个坚持 好像是弱了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 只是我们 用不同的方式 以前我们是用 发文高 动员群众 等等等等的方式 去带出这个议题 那么现在 我们既然已经是在 某些周当的政府 我们就 用我们在政府里面的能力 把这个东西 提出来 所以我觉得路线 没有问题 只是可能方法 还有表达的方式 甚至所用的语言 可能 就是讲 可能会让人家 有种错觉 OK 如果这些都是 可能会让人家 有错觉 或者是可能不太 要检讨的 反而是这些东西 我这样子来看 这些东西 除了检讨这个之外 就是说 可能 我们来到节目 最后了 我们谈最后 这个问题 就是说 行动 这四人帮 离开行动党 或退党的事件 未来会不会有 那个我们先不去说 因为刚才你讲 可能会有两个人 对不对 我们先不说其他人 总之 这些领袖 资深领袖 退党的事件 行动党会因为 从这些事件里面 里面学习到什么东西 然后接着会不会怎么做 比如说会不会加强 跟各个不同州 领导层的这种 接触关系 还有这个交谈 还是说会 反而是加强在于 管的部分 会管得更严的 更严厉的 行动党未来会怎么去处理 我觉得行动党 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尤其是在一些 自证周术 因为我们是 我们是带着民意 上位上任的 当了这个 还当上那个 议员政府 所以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还担心 到底我们能不能够 在这五年的任期之内 把我们的这个承诺 或者是把我们的 这个政府搞好 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花了相对多的时间 去处理政务 所以党务方面呢 坦白来说是有点疏远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 政治一个问题 这个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挑战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 我们又不能够做到 好像国政这样子 党的资源 政府的资源呢 可以用来做党的活动 我们不用这样子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如何平衡 党务跟政务 现在的行动党 因为我们 我们肩负的是民意 那么肩负民意就代表 你必须要通过 你在政府里面的职位 把人民的意愿带出来 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工作的重点 放在政务比较多 反正党务方面 我们确实是比较 比较放下了一点点 所以可能未来要调整的就是 必须要平衡党务跟政务 必须要加强跟各级领袖 这个沟通 那么我们很多领袖 可能也因为这个政务的繁忙 或者是要带出一些课题 等等 甚至是没有政务的 包括一些国会议员 包括我们的一些党领导层 必须要全国跑动 所以在党务方面呢 就可能没有方法的 很有效的去推动 所以这些的都是 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 好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 就是行动党 刚帮东国区州议员 外比丽永山上的我们的流电台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关于行动党推党的这个新闻了 那也感谢我们的时事评论员 潘永强博士的这个分析 当然作为 在我相信在整个社会群众里头呢 有很多 这个也是反对阵营的支持者 也希望看到 不单只是行动党 就是各 就是反对阵线里面的人 都希望看到这个反对党的里面的这个事情呢 可以处理好 包括可能有内红内斗的一些问题了 甚至可能包括 其实还有一些东西 我们很多东西可以谈的 包括像这个 跟土著团线党的合作啊 然后土著团线党就跟伊斯兰党的这个事件啊 然后又会对行动党到底是什么影响呢 这是另外的课题了 我们希望未来呢 就是安排有相应对的一些课题呢 可以再次邀请 外比上来跟我们聊一聊 那今天感谢了两位嘉宾 我们就希望看到这些风波呢 无论任何一个党派都好 能够尽快处理好 那当然对于这个来际大选呢 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景象了 那就希望大家能够 为你们心中的这个理念呢 无论怎么样都好 你支持谁都好 还是要坚持下去吧 那就今天先聊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 OK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